三七產品現在人手一支 請一下校成 第一個他利用人類的好奇心 可能脫虧欲啦 還是說擔心等等 那怎麼能夠 才能夠避免這樣的被詐騙 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 各位請把你們的手指頭拿出來 請你們不要有沒有 再犯了這個所謂的 就不要亂點啦 不要亂點啦 就是不要只要看到有連接碼 這有些人手會癢你知道嗎 會 然後要那副貴手一下 他手就會去點一下這樣 因為現在在社群網站上面的連結 他的那個標題 我覺得都比那個 我們的報紙下的標題還好看 當然是 都很吸引你 他為了要引用你去點他 他就會用很多的一些這種方法 就包括一些這種技巧 他就是引用 像例如說你不堪會後悔 對不對 你現在有沒有不點的話有沒有 你這輩子有沒有一定是王八蛋 沒有或他就說保證三秒落淚 那你就想知道 自己會不會三秒落淚 是啊 所以你就說 當你要發覺到有這種東西的時候 有沒有 你要在點之前的時候 因為我發覺很多 尤其我常在坐捷運的時候 看很多女生 叮咚一個聲音來之後 他就開始 直接點在講 好快 你知道那個點是那秒點的那種重害 他連那個什麼都不 他連思考都不思考一下 就點完之後你再看他就講 哇靠 然後就就死了這樣 何必這個樣子 所以我想說 你再點一下 這個顫抖症有沒有 稍微克制一下 你這樣就沒辦法 你就乾脆就這樣 手在稍微 稍微掙扎一下 OK就過了這樣子 對 所以第一點 第二個就是你最好是取消 但很多人是做不到的 取消這個所謂 小合付費的這個功能 遊戲的就不可以買了對不對 對 你這個遊戲 真的要取消 或者遊戲點是不是 像我們很喜歡用那種可愛貼圖 都不能買 對啊 張艾亞小姐 你如果這個遊戲不打 你會死嗎 他不會 有時候會 因為我最近有帶點個遊戲 不買 不是 而且他如果沒有的話 會被人家笑 我們都有 你都沒有 你好吊氣 其實我在LINE這上面 其實我這個功能全部都是停掉 資料是空白的 對 你根本沒有辦法 其實我今天點下去以後 你拿我的資料也沒有用 所以你也沒有信用卡資料 對 因為孝辰哥不需要用到可愛貼圖 對啊 我有很多可愛貼圖 而且你男生是幹嘛 如果你有可愛貼圖 我就覺得你是大便集團 然後才一個啾咪這樣 他其實有很多免費的 我都用的是免費的 可是免費的要隨時隨時 等他那個免費的那一刻 重點是免費的現在不會動 我們現在喜歡要動 對啊 還有動畫的啊 那這個的話 你可能就要負擔相對的風險 會動得很可愛 你知道嗎 孝辰哥 沒有關係 我還是喜歡免費的這樣 對 我就是口 我會渴算被騙好了 然後另外的話就是那個 你要拒絕安裝這種 來路不明的應用程式 對 那這種應用程式的話 其實我們在安裝系統的話 是它最多的 是 有時候現在目前有些手機 它是會跳出來那個訊號 告訴你說 這個來源是不明的 然後呢 你要不要考慮有沒有 不要去再把它繼續 再安裝或下載 可是它每個都不明啊 對啊 就麻煩了 那你就把它給就 就是你的慾望了 而且我覺得他們最麻煩的是 常常你下載一個應用程式 它哔哩啪連結一大堆 通通一起下載 它別人要下載 這一個你要跟著下載 謝謝你 你知道我之前 就是因為我太常用 小額付費這個功能 然後我之前是 那個我是iPhone嘛 那它不是都會有個Apple ID 然後有密碼 等於你登入密碼 就可以直接小額付款 因為你信用卡的東西 都已經登入 結果我的Apple ID的密碼被改 被改就是 可是它會寄E-mail 告訴你的密碼被改 可是等於你密碼一打進去 就可以付款對不對 我覺得很警覺 我就馬上打電話 對 馬上打電話 去信用卡公司問 他已經刷了四五筆的六十塊 這都不是我刷的 可是他就是故意刷 這種小額小額小額 然後我就說這不是我刷的 他就開始插 然後最後可以只付 那如果說今天有沒有 那個好友 就傳那個一些訊息有沒有 你最好就問一下 像我都會做這個動作 通常他們傳過來的時候 我通常都會說 因為都有電話 我問一下 這是你傳的嗎 他說對啊 我傳的 OK 那我們就知道 這是安全的 那還有一種就是過去 這個已經是老梗了 就過去講說 我手機掉了 像我本人也收到這個 手機掉了 然後你有沒有告訴我 你的手機的電話號碼 最後面的時候 會很無聊的再來一個就是說 那你是哪家電信公司的 會再問一下 對 他其實是想 他是想泡掉你的電話號碼 一般朋友不會問 我那時候看到的時候 第一個直覺感覺就是 這是有問題 所以我後來打電話給我朋友 我朋友說他是被 他的帳戶是被盜用的 所以我要提醒很多朋友 如果你收到這些訊息 你只要覺得 一絲一毫 即使只有那麼一咪咪有沒有 不安或懷疑的話有沒有 你就先停下來 先查詢 是是是 那請問一下易如 因為現在人手一機 所以這種所謂的 不明訊息的詐騙非常的多 除了這個以外 聽說現在連QR Code都有問題 對 我說這個詐騙的手法 更新得非常的快 而且他們專門會去吸收一些高中 剛畢業的一些年輕朋友 因為他們對應用程式 在使用上面非常的熟悉 所以現在就流行 所謂的QR Code 就是二維條碼的掃描 我們只要拿著手機對著它 直接就會連結到一個網址去 我們現在看到有很多人 在戶外有大型的告示牌 上面就貼的這個條碼 有的都說你找一下 我可能就有大顆 小禮物 對 甚至於連包裝袋 都有人上面 直接就是二維條碼 可是現在就有歹徒 就是把這個條碼 就是弄成這個詐騙的 就是你連結過去 他還很聰明 他用那個短網址 就是Google的短網址 所以你一連過去 你就算看那個網址 你還看不出來說 比如說你可能是百貨公司 或什麼看不出來 因為是短網址的關係 然後你就等於是同意了 這個小額付款的機制就對了 所以我是覺得說 當然這個是很新 但是如果你不清楚它的來源 還是盡量先不要掃好了 是 那請問一下校成 除了剛剛我們談的 這些詐騙手法以外 還有哪一些 現在人比較被容易上當的 女生比較怕這個 所謂貪小便宜對不對 那男生的話 有沒有怕那個就是貪圖美色 對 對 最大聲 對 因為我一個朋友也是這樣子 他多好笑 因為他剛軍中就是退伍而已 但是他還沒有找到很好的工作 他就一時涉獄心心你知道嗎 人家那些等於說什麼 難伴遊 難公關就對了 你去了之後 就可以陪女孩子去玩這樣 還可以有薪水可以賺 但是你要先付那一萬塊錢的 那個報名費 因為這個名額有限 運購重塑你知道嗎 然後他就匯給他了 匯了之後他就跟他講說 請你到南京東路跟林森北路 交渣口我們有人會帶你進來 然後他就去了 卻在他等了三天到家裡 他不是現在還在那裡等啊 他還在那邊等 所以你覺得是涉獄心心 對啊 然後電話再打回去 完全沒有人接了 可是現在網路上比較多的是那種 就是交友對不對 對 最主要還是在 那是仙人票的一種嗎 我想大家都有臉書啦 有那個Facebook 那最近臉書很夯的一個東西 就做團購 有沒有就大概會揪嘛 肯定會不會是這樣子 反正就你加我好友 我加你好友這樣 那就有一個小姐 她是這個樣子 她刪下來一個小姐 她就是在臉書上面 其實跟對方並不熟 就她剛才講說 我跟妳講 那個現在有那個熱賣的 那個知名品牌的那個化妝包 女生不都需要化妝包嗎 她說在市價上面 一顆要800塊 對 我跟妳講 我們舅舅有沒有 大家有沒有團結力量大 對 一起團購的話 一個人只要付200塊 妳要不要買 當然買 要啊 800跟200 會相信耶 傑林你會不會買 對啊 對 還買兩份 一定要買 賣值得送人 對啊 這個東西如果不買的話 第一個對不起自己的祖宗八蛋有沒有 對對不起自己的良心 沒有 這送大生是禮物 而且現在就打折不知道什麼時候了 對啊 所以後來她這個小姐 她就真買 一買那買買了很多 買了很多之後 就錢一匯過去之後 奇怪了 東西一直沒有看到 一直沒出現 然後她再去聯絡對方的 就這樣連臉書都關掉了 就完全就人間蒸發 這是一個 那另外還有一個什麼呢 就是 這個是要告訴很多男生 你要認為天下會掉下來的那個艷福 你要先照照鏡子 知道嗎 這個 這個 這個人有沒有 然後她就去LINE有沒有 然後呢 就開始就加 因為現在有很多長得很漂亮 因為你就拍一個照片嘛 對 你拍到一個照片 照片 然後我也騙 可能叫什麼艾亞啦 或什麼雨柔啊這樣子 他們可能就覺得說 哇這個女生還那麼正 要加我當朋友 十個男生有沒有 一定會加嘛 對不對 不加的話怎麼是男生呢 所以她就加了 一加下去之後 沒多久才開始覺得 眉了眼去 用一些曖昧的一些東西出來這樣 結果有一天的時候 突然間就看到一個男的 就撞進來 撞進來給她那個資訊是什麼 她說 你在跟我女朋友在那邊LINE上面 在那邊打情罵 講那都問親了 我說你覺得這樣子 我是什麼什麼幫了什麼大哥 沒事的話 還故意拍一張用貼紙貼的那個事情 真的假的 然後拍一張格放照片給你 我跟你講 我告訴你 這就是什麼堂的標誌 你現在如果不會20萬給我的話 我一定打斷你的狗腿這樣 好可怕喔 那這個男的話就害怕 害怕之後就真的匯款 通常這種會被上當匯款的話 通常都是兩種的居多 第一個是宅男比較多 我不是說宅男有沒有 是比人家笨 我是說宅男你們在專攻於 你們網路上的世界的時候 麻煩你對人情事故稍微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 然後第二種是什麼呢 這種都是比較是小朋友 就是年輕人 就是可能他十幾歲的孩子 他碰到這種情況他會害怕 對 那小朋友 如果你今天碰到這種情況的時候 麻煩你有沒有回去跟你的爸爸媽媽講 那像宇柔其實算是警覺性滿高的 很高 對啊 但是那你喜歡網路購物 我跟你講孝晨哥剛剛有講到一個 孝晨哥剛剛有講到一個 就是現在很多小姐都會懶惰嘛 然後貪小便也在網路上買東西 我也認識一個劉小姐 好巧喔 跟你同性耶 長得像嘛 也長得滿像的 他還滿漂亮的 真的 然後他就是那時候 他那時候有一個網路商城剛開 就是網路大家都很瘋 然後就想說買很便宜 然後因為那個劉小姐 那時候剛好剛搬家 他要買那個小型的家店 然後因為在那個商城買 就有去大概逛了一下 然後他就是因為商城剛開嘛 他越有打折 然後可能是你跟他下單之後 他可以幫你送到家 所以就下單了 九千多塊 付費 線上付費 小家店 線上刷卡 線上刷卡 他會幫你送來嘛 就也不用運費 什麼都不用 一個禮拜叮咚叮咚 東西真的來了 然後就一箱這樣拿起來 來了 開心 待會兒拆這樣 待會兒拆 然後就家裡整理完 整個要拆的時候 拿起來那個箱子 拆景覺得有點不對勁 因為想說箱子怎麼這麼輕輕的 因為我買家店 小家店 那個劉小姐的故事 你怎麼記得這麼清楚 應該是超薄的 因為我覺得他怎麼會被騙 還是你跟他一起 我為他打爆不平 真的 了解 都記得那個觸感對不對 對 然後就輕輕的 就把那箱子割開嘛 打開來看劉小姐的臉歪掉 歪掉 什麼樣歪掉 因為沒有家電 裡面只有 沒有割 炸推方式無奇不有 你以為當面交易就安全嗎 那明天這樣 我們通常就比較謹慎嘛對不對 打開了那個看電子之後 然後那個iPhone 又有電他就收了 收回去之後打開一看 裡面是一個 我要停臉 好 超大 stripped sentido 帥 兩 老最 老最 老 老 совсем 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